大家好,我叫汪朵,是一名演员 最近在录直播的视频给大家看 但其实很久都没有吃正常的米饭配菜 就是特别传统的这种中餐 就是没有吃过,自己也挺馋的 其实特别想吃白饭配一些菜 最近给大家筹备弄这个视频啊什么的 我说不辛苦吧,是怕你们心疼 那你说能不辛苦吗 还是挺想犒劳犒劳自己的 完了我就给自己点点好吃的 今天这一份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男主角 是一份牛蛙宝 就是但凡叫个宝里面肯定都有小鸡爪子 就是牛蛙 然后我在这牛蛙宝里又加了两份大排骨 大土豆子 这是姜 这是他们家叫东北大拌菜 还有这个,这个叫泡椒笋 还是米儿鸡 这个 这个叫皮蛋豆腐 行了我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我们开动吧,来吧 今天跟我同事一起吃 我同事有两个人 我在吃东西的时候 永远有一个人 他是跟我们不在一个世界里的 这人就是我要吃什么的时候 他永远不饿 我刚吃完他就说 我要点这个 你吃不吃 我说我刚吃完 你不是看到了吗 刚才我没录视频 他说你再吃点 今天我们使劲把我们这些饭 都给在一顿之内全干完 晚上我们就不用再吃了 就是这么一个人 这人现在连饭桌都不是 在旁边厨房多了 你要是想加入随时啊 这边还有饭 我开动了 小牛蛙聚入味 来块大排骨 嗨,你好 你咋来了呢 你咋来了 你咋来了 这太香了 近着看更香我更好呗 一定是我吃的太鲜了 那个从来不带一个次元的朋友 现在也加入了进来 共享芬芳 来口大排骨 吃肉不吃蒜 怎么讲 纯纯大傻蛋 大家可能通过这几集视频 逐渐的了解了我的饮食爱好 我的一些巨爱碳水 不吃碳水 真的不太不太容易 轻松的获得快乐 但是大家可能不需要 我也巨爱吃牛蛙 牛蛙 我觉得怎么做都好吃 白水煮我就算了 这土豆巨软了 都不用嚼就化了 这大半菜这个芬芳没少加呀 还听到很脆的一声了吗 没错 两位少女在食用芬芳 但是你说芬芳这玩意的真是好东西 我有身边那个就是 长得巨好看的艺人朋友们 推荐的小芬芳 表面上不吃 我让你私底下回家里 不定拿整个芬芳那么啃着吃的 因为有一天早上出工的时候 有一旁他打嗝了 据我对于敏锐的嗅觉来分析 他昨晚至少干两头 你知道芬芳那个味道 它不是牙刷能够降服得住的 它会侵入你的身体 让你的血液里你有少许芬芳 你们也吃点这个 这皮蛋见脑 我也不能光吃饭 我得给大家讲讲 磕破点芝士 你们觉得 我是一个有底润的男人 有一天就会吃 吃东西不会 要减肥的朋友 切记不要吃油糖混合物 什么意思呢 就像碳水它属于糖 这个菜汤它属于油 油和糖加在一起 就很容易变成脂肪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吃米饭 就是大家尽量把这个油在边上 把这个油在边上沥干 尽量的干 也就是说 如果想吃拌饭啊 什么这种 切记不要拌太油的东西 你可以拿酱拌 但是不要拿油拌 就类似盖饭啊这种 如果你实在馋了 想解馋一顿 你就给份菜 给份饭 不要盖在一块 在里边那个菜汤 加上米饭 可菜容易胖 我觉得 中国人还是有这个中国味 就是 不过你们在外边 你们多梦 那种 所谓的低碳 高蛋白这种 饮食法 你都逃不了 大米饭配菜的魔咒 就是你吃两天 你就感觉 还是想吃点 就是家常菜 类似于 什么炒点 炒点什么菜啊 然后 配一碗米饭这种 或者是面条 因为有的地方的人 他们就 就 面条主食化这件事 特别的 家常便饭 他们 也会把面当成主食 但是还是会配菜啊 什么 那种 哎你们觉得哪个好吃 鸡爪好吃还是 牛蛙好吃还是排骨好吃 排骨 排骨 都入味了 你们想 够入味 这里边有个小辣椒 哎 就这种小辣椒 哎呀 请常务兄弟帮我灭个火 好了 我来了 你们吃完这边还有肉呢 扒了扒了 里边全都是肉 排骨餐 说实话吃排骨鸡也挺好吃的 很香 很入味 但是 没有我妈做的 说到这儿其实特别想家 我已经 一年半没见到父母了 有疫情的原因 有工作的原因 我妈也没有见证 这一年半里边我的成长 这一年半里 我又帅了好几个堵 那天在前面上 直接 就一个进阶版大帅哥 站在面前 他会是什么表情呢 今年过年我都没回去 在外地过的 疫情之下嘛 还是 想要好着 少流动 你看 同样是那个菜啊 你说这啥就这么好吃呢 是小拌菜 那你说那沙拉那玩 我还食材也差不多了 差的哪了呢 哦 差在了我 不要紧 其实有种拍戏 吃饮食的 控制还挺多的 你看有的时候 你第二天 如果你要拍裸戏 别别别多 别瞎讲啊 就是我说那种要打架 帮忙干账什么的 之类的吧 受编法 受编刑啊 什么那种 展露一下自己 对 魁梧的身材和那种低皮脂 高分离度的优质肌肉的时候 等一天你 水不能喝太多 盐不能多吃 因为有辣 辣会让你变肿 就是你大部分 暴露自己的皮肤的时候 你要是肿的话 就是特别明显 再不就是你真嘴馋 你干一顿饭 喝一堆水 别人的耳子早起 吃点东西 喝杯黑咖啡 跑步去 哎你们说肉脂宝是哪里菜 我跟你说 我们的这个团队啊 不是说就是 他们俩不是那个就是 不会说话的那种 能出声 但我们团队就是我能巴巴一点 他们都是文文静静 思思文文的 跟我不太一样 我比较粗鲁 他们真真会说话 能出声 就不说话 就不说 你说你吃顿饭 你气死我 哎 不是你们声音是另外一个价格吗 就是录进去的时候 出火声 辛苦 不辛苦你哭 再吃点再吃点 我给你们找找啊 排骨 谢谢谢谢你 他们会说谢谢 我还会骗你 然后我们去吃火锅 这事我已经一撞了 我们团 我们团队里 不心在不快乐的事 你们吃高兴的 我也快乐 晚上吃人煮的面也很快乐 格局 你看我今天头我都没弄 其实原本啊 这一餐我根本没打算录制片 后来呢 我就问我其中一个同事 我说你吃不吃 我今天想多吃 想多点的 他告诉我他不吃 就是那个 那个恒定在室外的那个人 厨房一野 后厨一枝花 这天天就往厨房做 哎 我们我这个身边住的地方 有客厅有餐桌 那边有电脑桌 那边有电视 他就做厨房 我我一会给大家看完 厨房还有个小凳 自己专门在那做的 坐在干嘛做厨房看书 怎么看完就是那是密报 我就想说那是看完必烧的玩的 那是是不是就怕落入落入他人之手 我是 是因为就是那个屋外有点冷 那屋里就是比较密闭 哦 还可以生火 取暖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刚才吃饭的餐桌 完了这边 哎 你们看到了吗 这是读书的一景 我没骗大家 真的 这人平时就在这看书 来参观一下他的书 真有一本书 你看到没 然后他面前是各种佐料 一起输过 身形我都不知道 我们这团队这人都从哪凑来的 他也吃一趴了 这一个个人 完了吧我跟他说 我说我想吃他 他说我不吃了 他说我中午吃过了 我肯定不吃了 我还行吗 我就问另外一个同事 我说 我说你我想吃那啥 我就把菜单给他发了 他就说要不咱们把这期也录了 我一看这菜吧 的确是还挺好 就突发奇想 你说那行吧 那就录了吧 就算我们这突如其来来了一期 但该说不说 我跟你们说 你们抽我的头发 不要觉得我这发际线有问题啊 但是为了沾头套 把这段我这自己的头发 全都给我剃了 因为头套都粘在这 你看毛绒绒现在 这地方每天都在刮一遍 我这头发 这块是唇给剃掉了 方便他头套吗 这边也是 我这头发真太多太好太浓密了 曾几何时大家还记得我的头发是啥样吗 就是那种了胜于无的发量 现在哎就我这头发出去 他们都说说直发啥的 我是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会用这种手段丰富自己的发量吗 我会用食疗 药粮 各种粮 这把自己的头发养成了这么好 这些东西都是靠自己努力的 你执发当然很轻松 但你拆东墙补西墙 你真觉得自己很稳很稳吗 这这个操作 一点也不稳 为什么 你想想 因为人只有后边这块头发 这块毛囊它是不容易掉的 那么好 你现在这两边你你你天毛精灵了 你想把自己这两边给他变 给他给执回来执个小平息 OK 你执完了 把后边头发那个毛囊 不会轻易脱落的毛囊直到了前面 等你老子那天 你头夸全没了 你就像这边这两种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不 就是另一种天毛精灵的存在 又诞生了 所以它是一个轮回 我建议大家什么事都不要去想走捷径 一定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你真图你就面对它 你你 那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说 你如果说你真的头发脱的特别严重了 需要靠这种手段 去暂时的弥补一下 那还是这么做 但是大家都不要就是太太太觉得 这事是一个天大的什么天塌了的事 你其实很多方法 我 我有好多那个护发的产品 我觉得到时候都可以推荐给大家 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再见 你们还吃一碗 再见